妳穿那麼高的高跟鞋還踢 可能有的人受不了耶 要練一下 如果不太常穿高跟鞋的女生 她婚前一個禮拜要練一下 好 小可 是 請妳去換衣服囉 好 待會兒見 那個 妳不問我要點什麼嗎 妳家那個神經緣 太少要問我要點什麼 我們要來歡迎下一位女生 來 我們歡迎凱蒂 好漂亮 好漂亮喔 好美 可是她就沒有新娘的氣勢 好漂亮喔 好可愛耶 Ryman裡面的心靈仙女那一位 對啊 我幻想她就是跳舞的時候可以穿 因為就是很方便 妳可以跳舞嗎 妳可以跳舞嗎 妳要不要走一下 好啊 妳要走哪一種 是真的要走新娘的步子嗎 新娘是怎麼走啊 妳就幻想 妳現在要走上紅台 妳要練習一下 對 還是要配個新郎給妳 新郎很過分的嗎 妳是要新娘敬酒吧 凱蒂請 所以是用新娘的這種 是啊 走走看 好厲害喔這種 要踢 踢自己不要踢 踢 踢 踢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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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踢 這個真的很俐落這是 對啊 好可愛 我覺得真的很累 不過妳說妳跟妳的 認識的人買的 她怎麼會身材也是剛剛好嗎 沒有 這是我的尺寸 這是我老闆做的 因為如果大家參加很多婚禮的話 就會特別記住 對 妳的樣子 對啊 大家想要請問她那個 我們透過紗裡面看到那個小短裙 那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妳搭的安全褲吧 對 它是妳搭的安全褲吧 很明顯嗎 很漂亮啊 妳搭得很好 我只是好奇說 婚紗是不是應該包括那個部分在內 這就是我自己搭的 因為我怕我坐下來的時候就是 對 不過我覺得她這個態度也算對 因為像妳閃婚來不及準備對不對 對 所以她現在都準備好了 所以如果閃婚就很方便 對啊 我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 對啊 好 希望我們節目可以撐到的時候 看妳穿好那樣 一定會 加油 加油 很漂亮 請坐 謝謝 好 詠欣 我們要請出換衣服 好 麻煩你 謝謝 好 文綠謙 我們要歡迎下一位 好...沒有要點餐了 沒有... 我們歡迎小妮 歡迎 好... 這件好美喔 好美喔 小妮 你有把握可以走一下嗎 不會跌倒吧 好 我幫妳拿麥 來 謝謝 妳覺得要轉得回來嗎 討厭一下 有經驗... 對...腿轉型 好美喔 好美喔 所以這個當時妳指示的重點 是哪一些妳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已經懷孕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遮肚子 所以這一套其實我肚子 懷孕的時候腰部還可以這樣子 可以 可是就是小腹這邊會有點胃吐 所以就是其實它遮得還蠻好的 然後最主要就是妳那時候脹奶嘛 所以一定要露到這邊 對 吵架到不想接是不是 對 那是我們要拍婚紗照的前一天 然後就是我在她的網路上面 就是看到她去問一個女生說 有空嗎 對 可是我去查一下那個時間點 是我在台中的時間 所以我更生氣 我會覺得說妳想幹嘛 是臉書嗎 在臉書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她留言 這已經一段時間 可是那個女生的名字叫什麼 就是她在社群網站上的名字 我忘記了 可是我有問她說 我問這個意思是說 她是叫真的徐西元 或者說叫做什麼K 對 如果她譬如說叫凱蒂啊 或者叫什麼小萱萱啊 這種就應該會有問題 我是真的忘了 可是我有問她說 妳會有問題 真的 這太輕易的有稱呼 因為我有問她說 這女生是誰 她說她也忘記了 她就跟我... 然後我們就吵到 因為我說 好 那小孩子也不要啦 那我要回台中 然後我們8點... 8點20要就是去素化妝 然後我們吵到早上7點半 天啊 吵到早上7點半 對 都沒有睡覺 然後我們就坐下來協商 她就說 那妳覺得現在要怎麼樣 我說 就沒有要結婚 那就不要拍了 可是那時候媒體啊 那個婚紗公司都已經講好 說不行啊 我們還是要負責任一點 我說好 那就先拍完婚紗再講 所以我們那一天拍的婚紗 到前面兩套就是 兩個臉都很臭 對 因為拍婚紗 妳知道很親密 這個嗎 這就是拍的時候嗎 對 真的 所以你們兩個真的在生氣是不是 對 然後那時候攝影師就會說 下一個很親密什麼 兩個就裝不出來 然後我公公婆婆知道以後 其實他們有來探班 對 就買了很多東西來給大家吃 然後說還好嗎 什麼就裝沒事 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我忘了 好像是有 就是有講 好像有講到說 不結了或幹嘛的這樣 這什麼 只有輪廓的婚紗照 對… 猜猜我是誰的婚紗照 這比較特別 我覺得唐中好像很偏愛 這種黑色偵探電影的 對 他喜歡嘻哈封面的那種風格 都是這樣 對 好 翔哥 謝謝妳 好 請坐 這很難坐嗎 對 她的嘗試 謝謝 所以 那等一下詠賢要坐哪兒 這樣還可以一直再來 我覺得 就變成大家都靠得很近 我覺得詠賢來 可能是我們都要出去 對 對